这祖宗给的奇梅一间还真是好事啊 这个得了慢性为病 这个 加了点鞋杀 这个嘛 最近是有点虚 这是个女生大妈 看不看 苏承你在干嘛呢 老板 我正在给人看病呢 我最近不但能够看出来他们得了什么病 而且还能医治 你是不是昨天晚上酒还没醒啊 你给人看病 那你看看 我有什么病啊 妈 酒汗无语 孤阴求阳 春水无归 甘沈虚妄 这是什么意思啊 哎呀 就是内分泌失调 却男人 你个色胚子要死 你 你个色胚子 你快点说 说这些 说这些 没有 老板 我是真的 你个色胚子 你 你 大早上呢 就这么亲热啊 谁跟他亲热呀 那个 初小姐 您来我们店是有什么事吗 之前不是邀请你参加我爷爷的康复宴吗 今天来送邀请函 中午十二点 圣龙大酒店顶层 记住 千万别迟到 嗯 好 初小姐 你脖子上的这条项链 有问题 苏晨 你乱说什么呢 楚小姐这样的人物 怎么可能带有问题的项链 苏晨 这是我闺蜜送给我的 我都是贴身鞋干 初小姐 这条项链 真有问题 苏晨 你可别乱说 我跟我闺蜜关系很好 你要是再乱说 别怪我跟你翻脸 初小姐 无论你信我不信 这张符你带来身上 在必要的时候 他能够救你一命 就靠这张纸 能救我一命 苏晨 你干什么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给楚小姐 楚小姐 苏晨她昨晚喝多了 脑子现在还没清醒呢 您别跟她一般见识 好 这张纸我收着 不过 如果这一天我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话 你想 我老家 可以 苏晨 我看你现在真的疯了 什么话都敢往外说了 没有老板 楚小姐刚刚戴的那条项链上 有煞气 煞气 我看你脑面装的都是煞气 我真是疯了 对了 楚小姐爷爷的康复宴 你打算送什么呀 咱们昨天 不是商量好玩 要去赵俊杰家的浴室店里边捡漏 捡到他们家破产回去 真的 真的 当然了 走吧 小姐 这是什么 福祉 有个小子跟我说 我这几天会有生命危险 这东西能救我一命 什么年代了 还有人信这个 是啊 创神弄病 找了小姐 这该死的苏晨 我定了他 好几眼就差一点 楚小姐 你这条项链这也会贴 楚小姐 不管你信不信我 你都拿着这张纸服 当你遇到危险了 他血会救你一命 难道 真是苏晨救了我 苏晨 你可想好了 堵食这东西 那天是一刀拳 一刀 一刀下去穿麻布 你可别以为你有三千万 等你连切几块原石下来 都不见率 到时候 那就要赔着血本 归来了 没事老板 反正挣着都是赵俊杰的钱 到时候如果我赔光了 老板你养我 可以啊 到时候我就在店门口 搭个主要 你就这样 老板 你这也太狠了 呦 二位 您需要点什么 我可以您介绍一下 的 你 嗯 你挑原石的 也能怎么办 放心 我挑选出来的原石 絕对长 到时候 正比你一半 输了缩 走吧 对对对 那个 那边是上品原石 他太贵了 你就在这个厦比原石 这儿挑一挑 就算你 這次麻煩我們一塊給我多少錢 行吧 既然你那麼不相信我 那我就點檔給你弄你什麼 就他了 雖然這下品源是只有兩千塊錢 但是你瞅一眼就電他了 你會不會太草率了 你再你再瞅瞅 不用了 我挑選出的人是 他絕對的問題 走吧 我們去開始 老闆 想好了 蘇晨 你怎麼在這兒趙少 蘇晨 你能不能不要出現在我的面前 我跟你已經是兩個世界的人了 秦海強 你能不能不要那麼自以為是啊 我來這兒 是買玉石的 小子 你以為昨天走點狗屎運 就還真以為自己有眼睛啊 還他們敢來我家的玉石店 實話告訴你 我就是故意來你們家的 而且 我還要把你們家最有料的原石 全部挑走 小子 你好大的頭氣啊 你要是家裡沒有人 那你就撒胖叫罩 看看自己是什麼貨子 別以為走點運氣 剪了兩次漏 就敢痴心妄想 把我家的好人玉石全部挑走 蘇晨 你連玉石都沒摸過 就想學別人懂事 你能不能看清一下你自己 姐 他要是能看清自己 那就不是廢物 還學別人賭食 我看啊 我們覺得內困 行 還在嘴 知道嗎 不是 這塊 該不會是你 沒錯 你嘴這麼硬 我還以為你有多硬 結果呢 競選點這種 下品原石的編角票 這種原石 出綠的概率集體 都是給一些沒錢的窮鬼 過過癮 窮逼競食 老子施捨了你幾錢了 結果膽子還是這麼小 只敢選這種 下品 趙少 這種社會地位低的人 就算突然間賬 也給不了他呢 摳摳嗦嗦的本性 下等人配下等原石 是 話不是這麼說的 上品原石開出垃圾的概率 一樣比比皆是 這說明什麼 這說明所謂的上的人 也不是什麼好 同樣的 下品原石開出極品翡翠的概率 那也不是沒有 蘇晨 你說這塊玉石 肯定能做玉石 我 這塊玉石 誰呢 老闆開吧 給 老闆 這次嘛 原石要先 我出去先 不用 我來說 你不是說這塊原石 肯定能見面嗎 我信你 就當老佔你了 便宜 給 老闆是故意 當著趙俊傑他們的面身說 來支持你 美女 他這個非我 只是一個沒摸過原石的門外漢 你別這麼相信你 你要是真有錢錢的話 不如我幫你 說不定還能大賺 沒錯呀 這趙少可是從小在寡堆裡長大 他的眼光 可比某些土鞭要強多了 你要是信他把這錢扔水裡 把錢扔水裡還能吃個血 兩位 我說你們這石頭到底是開還是不開 我信蘇晨開 哎小樹 去把這把石頭切一下 我信我 見關子不落淚 我該賺不到錢 伙生我可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才開這法原石的 是你說他一定能見慮的 嗯那我是齊華了 錢也沒了 也沒了 好像 那個也是 那邊也是 光看那個石頭切嘛 切完就切完了 那种石头直接丢到垃圾堆里就行了 到时候 出绿了 什么了 啊 宋茶真的见绿了你真的太厉害了啊 草 这垃圾约是堆里引出于 真是狗事 一些新手刚开始堵食时 都会做点像这种活色的石头 你就整个三次吧 才十四了 的确 这块玉石啊种水一般 最多呀十四万块钱 但这块原石是两千块钱买的 就算他只出四万块钱 我们也很满意了 这四万块钱 连一块像样的上洞原石都买不到 他这个废物 好不容易挣点大钱 肯定赶紧存到银行卡里 怎么敢把大学钱买上 苏晨 堵食这种事情还是不适合 你呀买点下瓶原石过过你 小小婷 我之所以买下瓶原石 不是因为我买不起上瓶原石 而是我选择下瓶原石 就能这次开出来啊 孙晨我真搞不懂 你怎么能这么自信呢 姐 他这不是自信 他这叫老残 得亏你当时跟他离婚了 要不我们现在就被别人笑话了 你废话真多 如果我用下瓶原石看出来几笔粉碎呢 苏晨 你真拿自己当御史专家了 既然你这么能信 那你敢不敢跟我再赌一次 你还敢跟我赌 事先自己 昨天输的还不够多吗 干 我今天不仅要让你把昨天赢的全部堵住 还要让你加贝付 好 赌就赌 你说 你不是号称能在下瓶原石区开出极品玉石来吗 那你就去下瓶原石区 我在上瓶原石区 咱俩就比比谁挑的更值钱 输的那个 要以十倍的价格帮对方买下 并且要给赢家跪下来填鞋 这不公平 你们在上瓶原石区挑 我们在下瓶原石区挑 这结果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吗 不是他自己说 能在下瓶原石开出极品玉石 就是啊 刚刚还吹牛 怎么 这不是吹不吹牛的事 这是压根就不公平 放心吧老板 我跟他 但我要让 动作翻倍 说的人 还要给对方跪下来填鞋 苏晨 你简直是疯了 赵少随便在上瓶玉石开出一个五百万 以下的律师 你就要给他一个亿 你有那么多钱 姐 你管他干什么 苏晨想要给我们赵少钱 我们看着就行 好 你这种 我还真是活久见 你呀你就把钱准备好就行了 该准备好钱的人 事业 这上瓶区随便一挑都是价值版本的 我也欺负 我就拿一块最差的也就五百两万 赵少 您还说不欺负苏晨 您这分明是把他踩在脚底下碾压呀 就他那下瓶区那堆垃圾 那加起来都不够一百万呢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说的就是他这种人 苏晨你可得调仔细点 赵俊杰那个原石都价值五百万了 里边的玉石价值更高 就猜了 走 想好了 小子 这可是别人切剩下的边角料 你确定选这一块 苏晨 我还以为你有点眼力呢 这挑了半天 就挑了一个别人不要的边角料 这不过也对 你是我姐抛弃的废物 你呢又选了一块边角料 绝配 苏晨 我劝你立刻向赵少道歉认输 或许他还能让你少输一点 苏晨 你要不要换一套 没事 就这块 多少钱 你要愿意要的话 一百块钱一时一时得了 可以 先给你转过去了 可千万别后悔 苏晨 你怕不是得到失心疯了吗 既然你这么自信 那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绝望吗 去 我石头 开了 赵少 您的原石切完了 冰那种瓜皮率 估价至少七百万以上 赵少真厉害呀 这五百万的原石 到手里就变成了七百万 眨眼间多挣两百万 这些都是小意思啊 苏晨 这个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谁让你家那废物啊 非得跟赵少比呢 除非他手里那块原石 能价值七百万 他才能赢 不过 这可能吗 苏晨 舔高手低 自命不凡 按照赌约 你要拿二十倍的钱 来买赵少手上的这块玉石 一亿四千万 你就算是把肾卖了 赔不起 姐 你错了 不光是一亿四千万 他呀 还要给赵少跪下 舔鞋 赶紧跪 我都等不及了 只要你把我的鞋给舔 赶紧 我就大发自卑的免你 赶紧 给我一个亿 赵少 还真是心地善良啊 你们招什么 姐 苏晨这不是还没开原石呢吗 开了有什么用 不见棺材不落泪 咱们就看一看 待会该落泪的人 试试 沿这条线 写三里 总有些蝼蚁 喜欢白日做梦 总觉得自己能翻身 殊不知 在我们这些上层社会人眼中 宛如小丑一般可笑 他本来就是一个笑话 我 小丑 包冰床 鸡品 鸡品鸡黄芸 什么 这怎么可能 这只不过是别人不要的鞭脚料吧 这到底怎么回事 店长 刚刚你们赵老板 那个上品货都价值七百万 那我想问一下 我这个高品种极品帝王绿 价值多少钱 至少五千万 苏晨 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哇塞 老板是这么对自己 小废话 赵俊杰 你输了 拿钱吧 五千万的二十倍 十个亿 十个亿人现金 赵家现金流肯定会出现大问题 给我爸发消息请求 这怎么可能 这破原石怎么能开除帝王狱 对啊苏晨 你连原石都没摸过 这里面肯定有古怪 你们废话可真多 现在的事实是苏晨赢了 赵俊杰要赔钱 对啊 既然已经打赌了 那就要按照赌约形式 别说话 这可是实意 肯定有赖账了 是啊 你们该不会要赖账吧 我们刚刚就是给你开个玩笑吧 开玩笑 假如现在是苏晨输了 你们还认为这是开玩笑吗 那当然是玩笑 啊 让诸位见笑 这个叫苏晨的 其实是我未来儿媳的天赋 我儿子俊杰本来心善想要帮他 于是就在夏品原石区里放了一颗极品原石在里 目的就是想让他发笔小财 没想到他竟然如此贪婪 五千万不够 还想要十个亿 没错 的确是赵少让我将这块极品原石放进了夏品原石区 本来啊 看他可怜 再加上他照顾海庭几年 帮什么 没想到这混蛋这么太小 五千万都嫌不够 非要额我十个亿 赵少 您人可真好 本来我以为这废物有眼力 没想到是您在故意帮他 可惜呀 这好处给了废物 就像 揍包子打狗 只进不出啊 原来是这样 这个俗传可真够贪心 你们一弄都真够无耻的 明明就是你们输了 苏博博尖倒黑白 这饭 为乱直 化 不能乱讲 走 这后果 你们承担不起 你 你们的意思是 不愿意掏这个十个亿了 我呸 你也不撒谱尿赵长 看看自己知不知十个亿 别说十个亿 就连那块帝王绿的翡翠 你也甭想拿走 你们还真是无耻 明明就是你们输了 还不敢承认 赵俊杰 你敢对天发誓吗 说 这块原石是你们故意放在那里的 否则就天打雷屁 五雷后 不过是发个事 这玩意儿又不会零 怕个屁 我赵俊杰在这儿对天发誓 那块原石事物让人放在下面去 如若有虚警 我赵家家破人亡 我赵俊杰就天打五雷轰 不过是一个恨天雷而已 我事都发完了 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赵俊杰 我真是低估了你无耻的程度 我赵俊杰 陈海军 刚刚你可是一直在这儿 那么现在你来说说赵俊杰 他到底有没有故意再帮我 海丁之前是不是你求着我让我让点苏晨 苏晨 刚刚的确是我求赵绍想让你多赚点钱 你能不能不要在武林群岛苏晨 我看你现在还有什么话 一 丘 废话少说 把帝王玉翡翠给我锁 把这两个人 给我撵出我们赵家的浴室店 你你两位 请吧住手 这个月子怎么来了 靠怎么又是这个 昨天就是穿上赵手亏了几千万 柯小姐您 我要是不来 我朋友岂不是要认你们欺负 朋友 你是说苏晨是你朋友 没错 苏晨不仅是我的朋友 还是我的救命恩怨 苏晨多谢你的救命之人 苏晨 是不是你那个鬼话不起作用了 没错 我突一飞来恨祸 是苏晨救了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楚家是江城的一流家族 这小子救我楚小姐命 这狗屎运也太强了 这狗屎运也太强了 说小姐客气了 苏晨 大恩不言信 以后有用到我地方 你尽管开口 还有 以后 只要有我在 就不会有任何人欺负你 多谢苏小姐 苏小姐 苏小姐 貌似你搞错了 我们可没有欺负他苏晨 而他苏晨贪得无厌 让我们忍无可忍 没错 不过 看在你们的面子上 我可以 放过他这一次 你们胡说 明明就是你们输了 给苏晨打赌 不想抛钱 赵家主 赵少 刚才发言的事情 我也都看到了 你们双方各置一词 我也不好评判 谁对谁错 不管你们是不是 故意相让 终归到底 是苏晨靠自己的能力 选中了这块地囊 所以 这块帝王绿翡翠 应该属于苏晨 没错吧 既然楚小姐您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给您个面子 把这块帝王绿翡翠 送给他好了 好了 我手下十亿 那十个亿 我还换一下铁鞋呢 也行 都别行 素晨 你觉得如何 可以 不过 我也有一个条件 素晨 你都白得了一个帝王翡翠了 难道还不知足吗 就是 人心不足舌头的下 别胃口带大 给自己撑死 苏晨 不要得寸进去 得了便宜 你就偷着乐去 这是 我跟赵俊权打赌 跟你们两个 可是没关系 苏晨 你到底想怎样 想取消赌鱼 可以 我要从这儿 拿走你的三块元石 苏晨 你别蹬鼻子上领 好 那就不取消赌约了 拿出来十个亿 并且 跪下 他妈做梦呢 赵家主 我看苏晨的要求 也并不过分吧 毕竟你们的赌约 可是十个亿 他现在只要三块元石而已 可以 赵总 这可是上皮元石需要 我刚刚说了 拿走你三块元石 可没有说在哪里 区域呢 你放心 你上皮元石的区域 我只拿走一块 小爷 让他拿 好了 就这三块了 既然石头已经选好了 那就 开石吧 诶 等一下 先不着急 这个元石呢 就不在这里开了 以免开出什么体评域 你们又在这 苏晨 你天天吹牛逼上瘾 是吧 这三块元石里 也就上皮元石那块 有点出绿的记性 但是 也就只吃个 一辆百万 就 这是人家赵少和赵家 那 白给你的三块元石 要开就开 不开 赶紧滚 别再让我闻心人 苏晨 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 看见 觉得恶心 我看见你也好心 苏晨姐 多谢张一之烟 告辞 苏晨 你跑这么快干什么 这个元石 为什么不在这里打开 这三块元石 叫十个瘾 咱们俩要是在这开了 他们俩要是后悔了 怎么办 十个瘾 小点 十个瘾 小点 老板 你跑这么快干什么 两个神经兵 这穷逼这两天真走鱼 老子的度假 白捡几千万 肯定跑 不用羡慕 靠运气得来的钱财 总会有一天 因为运气而丢失 对 还是我姐厉害 等你帮赵家 把地宫秘葬给打开了 那别说几千万 那就是几个亿 那也不算什么事 赵家主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告辞了 水小姐 中午 俊杰会去一趟顺龙大酒店 替我参加令祖父 康福宴 顺便送上一张 地宫秘葬健保大会的邀请函 咱们到时候再见 好的 多谢 小姐 是去顺龙大酒店吗 不 去古尔萱 是 大酒店 老师 啦 老师 嫂子 老师 你 老师 老师 是 嗯 你要是真有透视的话 那你看看我 今天穿的是什么颜色的内衣啊 小色狼 你一天到晚想什么东西呢 我 对了 我现在就把这块原石去开开 看看你到底是我的是不是 我 老板这身材 也太给力了 哎 朱小姐 你怎么来了 苏晨 刚刚在赵家玉石店 免得好好谢谢你 所以我是专程来向你致谢的 朱小姐客气了 对了苏晨 那条项链我已经扔了 为了防止我闺蜜误会 我又买了条一模一样的 接下来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吧 哦 没事 你只要别再破大东西了 就可以了 苏晨 我还要向你道歉 嗯 果然赵家势力不小 最近又新挖掘出了地宫秘籍 现在将是不少的势力都想参与其中分一杯羹 这种时候我们楚家也不能太毒醉他们 所以我只能帮你要回那三块原石 不能再强行去降那十个亿 嗨 没关系的朱小姐 那十个亿我已经自己拿回来了 已经拿回来了 嗯 你是说那三块原石 对 这三块原石呢 已经远超十个亿了 苏先生 你又开玩笑了 朱小姐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拿回来的这三块原石 便是赵家御史店中价值最高的三块 而且都是极品翡翠 其中任何一块开出来的都比我之前看出来的那块金黄绿还要多 这三块任何一块都能开出五个亿以上 怎么可能 这么极品的原石 赵家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苏晨 你对你自己的眼光有点太过于自信了吧 楚小姐 我可不是自信 不信的话 咱们可以打个赌 赌就赌 别说是这三块原石能破十亿 但凡其中一块能超过一个亿 就算你赢 好 那我要是赢了的话 什么话呢 你要是赢了 我 我就让你亲一口 好 这可是你说的 你别高兴太早 要是我赢了怎么办 你又是赢了的话 那我 也让你亲我一口 你不死 放心吧 我是不会输的 苏晨 诶 楚小姐 你怎么来了 刚刚在你拿出来那块上品的原石 它开出来了 你猜猜结果怎么样 怎么样 是不是原料很差 那当然是 切涨了 而且是大涨 我切出来的 那可是龙石轴 那可是比翡翠原石更加珍贵的存在 这么大一块 价值已经远超过五六区率了 怎么可能啊 苏晨 你简直是太神了 现在我相信这三块原石加财 价值肯定超过十个亿 要是被赵俊杰和赵俊海踢倒了 估计都要气吐血了 初小姐 我赢了 那什么 我好点急事 先走了 别忘了 我赢了一点 康录 咱们顺龙带点电解 初小姐 这 这楚小姐 做得这么挺好 而且苏晨 你们说 什么赌约 那个 没什么 只是这两天 点有点费 老实遇见 是太长的 哦 你点费 你这两天赚的 价值都超过十个亿了 还说你点呗 你要是再跟我发赛的话 我就 点费 老板 你这也太狠了 男人有钱就变坏 我先给你提个醒啊 对了 剩下这两块原石 我也把它开了吧 等一下 那个老板 我想 如果这楚老爷子 喜欢玉石翡翠的话 那你是觉得 我是直接给他开出来一块 即便翡翠好 还是让他自己 亲自 开出来一块 即便翡翠 更让人兴奋呢 你是说 要把这两块原石 送给楚老爷子 让他自己 开出一块 即便翡翡翠 这样的话 楚老爷子 也一定更高兴 而且 他会对我们的 领悟印象更加深刻 嗯 那你是打算从 剩下两块原石当中 挑一块吗 对啊 那万一 开出来的翡翠原石 品质很差怎么办 老板 你这是在质疑 我的眼力吗 我是有一点担心吧 不过 看在你这两天表现 很让我惊喜的份上 我选择相信你 嗯 一定可以的 我选中的原石 绝对没问题 我选择 就是苏晨那个王八蛋 这个苏晨 到底是什么来的 他怎么会有如此 唐人眼睛 苏晨那个逼就是个废 呀 有点烧 之前 钱海老师跟他在一起 就是个底层的球逼 这两天他什么狗屈 从我身上搞自己的商议 啊 我都怀疑 钱海靖那个女人是不是 套 跟他们谁在一起 以后啊 这个话不要再说了 现在是非常时刻 我们已经将底宫密葬的假消息 给宣扬出去 我们还指望让秦海靖 这个考古学的博士 为我们背书呢 你要继续跟秦海靖搞好关系 让这个傻丫头 给我们 做广告跟证明 只有 相信他的人多了 我们才能够偏到 更多的钱 明白吗 我只是埋态人 秦海靖那边 您交给我就行 我会把他胡弄好 嗯 对了 今天是 楚家老爷子的康福业 你选择一件上海的一品送过去 如果楚家能够入伍 那么相信 江城的其他家族和室 也会撑着抢着 把钱给室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今天 我不会给楚庆一面子 更不会让苏晨这个臭小子 把帝王绿给纳走 好嘞吧 没问题 小弟 等立功密葬 建保大会结束之后 咱们爷爷 就可以卷的钱 到国外去潇洒了 目前的这些损失 也屁股 算不上 这就是江城第一大家族 楚家楚老爷子的康福业吗 这就是江城第一大家族 真是太有排面了 这算得了什么 待会我们进去了 你们还能看到 整个江城各界的名流 那些可都是 整个江城相当当的大 哇 果然不愧是赵上 姐 你跟苏晨的废物 离婚算是离对 要指望他呀 咱这辈子 都没有资格参加这种宴会呀 那是当然 一会儿还得多麻烦赵上 都给介绍一下 没问题 整个江城的名流 我熟悉的 太棒了 苏晨这废物 剪点露算什么 他呀 这辈子都没有资格 来参加这种宴会 快点 要迟到了 迟到就不好了 老板 你着啥急呀 这不还没开始呢吧 苏晨 苏晨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 我到哪里 你就在哪里出现 亲爱的 你能不能别太自恋了 我是来参加 楚老爷子康福业的 小子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也配来 咱家楚老爷子康福业 算什么东西 某人是不是忘了 在珍宝阁呢 叫我爷爷的时候 我八蛋 你他不抓死是吧 哎 干什么呢 在诸道爷子宴会上闹事是吧 小子 你冷静点 苏晨这废物 就是在故意激怒 你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 小子 你能不能就继续听 等你真正惹怒 我就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疯 啊 我明白了 苏晨 你是不是上午在赵家玉石店里 听到赵老爷子和楚小姐商量康福业呢 于是呢 就屁颠屁颠的跑过来 臭热闹的吧 苏晨 你以为帮了楚小姐两次 就能抱上大腿 自己上流身的 真是可笑 到底是谁可笑啊 我们苏晨 那可是对楚小姐有救命之恩的 是楚小姐亲自把琴帖送到我们手上 让我们来楚老爷子的康福业 你们还真是幼稚 你会帮了楚小姐两次 楚小姐口中的恩情 只不过是开的玩笑罢了 你们竟然还当真了 再说了 他已经帮了你们两次 早就还清了 你们竟然还不知足 居然还跑到这里来纠缠人家 这底层的人啊就是这样 与上流社会的人产生一点关系 就恨不得死死抓住 当做自己咸鱼翻身的救命道 只可惜呢 这场康福业是要邀请函的 哎呀 这没有邀请函呢 就只能乖乖的在外边等着了啊 废话深度 他 他怎么会有邀请函 会不会是假的 他 他怎么会有邀请函 会不会是假的 应该啊 苏晨这个废物 压根就没见过真的邀请 怎么可能会致见 很有可能是 找楚清衣求来的 楚清衣不好意思拒绝 顺手给他一种 真是嫌疼吧 苏晨还真是无耻 靠一个女人 她还是这么没处死 行了 咱们也进去 待会儿大家 都要给楚老爷子送礼物 这个废物少不了要丢人的 哇 这难道就是江城第一家族的排面吗 这里好多大人物啊 老板你怎么看着 比我还没见识 你就是个傻大胆的 你没看到吗 那个自画铺的周老板 只能坐在最后那个角落里 还有那个江晨的李家 他只能坐在这个最边上 再看那个 除了周上坐的 更是江晨手眼通天的大人 我们赶紧躲远点 可不能得罪日志钱 那老板咱们坐哪 你们除了坐角落 还想坐哪啊 苏晨 我看你还是没有搞清楚 自己土鳖的身份 你看看在座的各位 哪一个不是豪门民族 哪一个不是商业明领 哪一个不是一方巨扩 你觉得你自己配做 苏晨 你还是不要一想天开了 不要以为从楚小姐那里 拿了一张药紧盘就能怎么样 根本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姐 你跟着废物说这么多 根本没有用 他就压根听不懂 他现在就算去角落那桌 别人也会嫌弃他 他就只配端正碗 都在地上吃 哈哈哈哈 先生您终于来了 随我去煮桌 哼 肯定是除了安排来接我的 哎呀哈哈不愧是赵少 呀这人跟人的区别 有时候比人跟狗的区别多大 有的人连角落那桌都做不上 有的人却已经被请上做煮桌了 苏晨 希望你能在这场宴会上认清现实 我们走吧 你怎么不走啊 我为什么要走 不是楚老爷子安排你过来接我去煮桌的 我骗你你是哪位 麻烦让人 哎 苏先生 你去煮 苏晨这是来接你的呀 谢谢 就带路 这人跟人的差别啊 你人跟狗个还大 我们都要被邀请去做煮桌了 而有的人 还不知道坐哪呢 操 这几人学我说话 还嘲讽我们 他 他们凭什么做煮桌 看来苏晨真的救过楚晴的命 楚晴才想感谢他 不过那有用 归根结底他还是个废物 他还是靠女人吧 没事 煮桌上都是各方道路 我要不是替我挖钱的 都没资格过去 苏晨去那边 肯定会输成 就是在这种高档城 苏晨这废物一定会输成 走吧 咱也过去 待会 我要让他生辈 哼 苏晨你来了 爷爷这个就是苏晨 我送您的新花鸭手碗 也是他找来的 而且啊 他画的符还救过我的命 我只救命 嗯 这件事等我日后详细跟您说 总之啊 他特别厉害 尤其是他这张眼睛 既然如此 这伙子做了 好 等一下 初老 我是赵俊杰 你是赵正海的儿子对吧 初老 您记性真好 我父亲在忙地宫健保大会的事情 我带他前来向您贺喜 祝您身体恢复 啊 有心了 你刚才和这位苏晨小友有矛盾 啊 初老 您误会了 我和这位苏晨呢 并没什么矛盾 只是不想让在座的各位 被他给蒙骗了 什么意思啊 初老 您可能还不知道 这个苏晨啊 就是一个废物 在古玩界干了这么多年 到现在都还只是一个学徒 并且呢 还是我身边这位 秦海亭博士的前夫 初老 苏晨的确是我的前夫 他整天游手好闲 不求上进 甚至还坑蒙拐骗 我实在是受不了 才跟他离婚的 初老 您想 这样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会就 楚小姐的命 就算真有此事 也可能只是 总运而已 仅凭这一点 就让这小子 坐上主桌 我怕以后 在座的各位大 会成为他 吹牛骗人的资本 赵俊杰 你少血口喷人了 我血口喷人 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自己看看 在座的都是什么人 这位 江城地下皇帝 宁天雄 这位 江城商会会议者 李星田 这位 如意集团的王总 大家送给 楚老的礼物 都是几百万上千万 而他苏晨能送 一箱牛奶 还是一筐鸡蛋 赵俊杰 我送给 楚老爷子的礼物 将会是他 最满意的礼物 而且 是最给他 惊喜的一个礼物 苏晨 你在口出什么狂言 既然你这么自信 那咱们来比一比 如果你的礼物 比不够 就自觉地滚出去 好啊 还比 没问题 苏晨 你行不行 放心吧 来 把我给 楚老准备的礼物 打开 这是个什么东西 看样子 应该是个 唐三残百价 看起来像是个真 如果我要是真的 我估计价值 要超过 六七千万 赵家 这次 下行 赵家现在正在开发 地宫秘藏 可如果彻底开发的话 这里面 古董无数 若能得到 江省 处在的支持和入估 这个唐三彩 算不多少 苏晨 把你的礼物 拿上来吧 我看看 你的哪一件 能比得了我 这件唐三彩 苏晨 你这个废物的这些心思 早就被我们赵少爹猜出来 丢人现眼 苏晨 价值六千万的礼物 你要怎么赢 怎么赢 就这么赢 赵 这是我的礼物 苏晨 我以为你能拿出点 什么好东西来 原来就是一块破石头 苏晨 我还真是高看了你一眼 我原本以为 你会拿出自己的 双龙兽字币 或者是竹石图 送给初老 没想到 你竟然买了一块原石 送给初老 赵上 你看 这块石头 似乎是从您玉石殿里 拿走的三块原石中的一块 你别说 还真是啊 苏晨 你还真是铁公鸡 一毛不把 送礼物一分钱都不舍 到底怎么回事 初老 上午因为一些事讲 苏晨从我家 拿了三件原石 一分钱 没想到 他竟然拿了一块 当做礼物送给你 这简直就是天大的笑 苏晨 是这样的吗 初老 赵军杰说的没错 这块原石呢 我确实一分钱都没花 但是 我敢保证 这块原石 将会是您收到最满意 而且是最贵重的礼物 苏晨 你还嫌不够丢人 收起那底层人的抠嗽 和爱吹你的毛病吧 好好赶一赶 就是 中品原石 顶多值几千块钱 就算能开出一块翡翠来 也就值个几百万 再说了 你能保证 一定能开出玉兰吗 你拿什么 跟我们赵少比 苏晨 我这一件 唐三才百件 价值六七千万以上 你还敢跟吗 你配 不好意思 不配的人是你 苏晨 你他妈知道 你自己在说什么 这个废物 是不是疯了呀 苏晨 你这样胡搅 完成没有任何意义 你的破原石 就是没办法 跟赵少的礼物比 是啊 我哪敢给他赵俊杰 一个死人的东西 送给活人 我怎么敢理他 苏晨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赵俊杰送的礼物呢 原名是唐三才的胆性 实则 唐三才正木兽 是一件黑造品 苏晨 胡说 你他妈是真不用 礼物比不顾 就往我身上泼脏水 对 真不要理 苏晨 你这副输不起的样子 真是让人看不起 我就是学考古的 说这是正木兽 我会看不出来吗 那只是你学一部经而已 周里中呢 有记载 有一种怪兽 叫王良 好吃 王者干倒 而有一种神兽呢 名为 方向式 这方向式 有 人面 树面 鹿角模样 黄金四眼 大家看一下 这个唐三才 反正啊 是不是这样的样子 呀 还真是 这唐三才的形状 跟苏晨说的 那可是一模一样 这正木兽呢 最早出现于战国主墓 后来流行于 魏晋随唐 最初以 墓 古镇而成 后来 又以 陶瓷和 唐三才为主 很明显 这个唐三才正木兽啊 就是从唐朝死人木屑中 挖出来的 赵俊杰 你拿着一个 送给死人的礼物 送给 刚出院的 虫脑 谁敢 赵俊杰 你拿着你脏东西 滚出去 赵俊杰 你拿着你脏东西 滚出去 对不起啊 初老 这事是我不对 我只顾着挑 最贵的礼物了 忘了查证一下了 向您道歉 回头 我再补重礼 向您赔罪 初老 小子无心之失 还望初老摸见官 这次我过来 送礼是其次 主要还是给初老 送地狱宫健保大会的邀请函 将军地公开发载机 若是想入伍其中 一定还有和赵家搞好关系 算了 这请柬 我就收下了 以后挑选敌品时 多长个心眼 谢谢初老教会 哇 差点让苏晨那个王八蛋给害死 小伙子 年纪轻轻 懂得东西还很多 就在那主桌坐下吧 这也出了 等一下 怎么了 出了 刚才送错礼物 是因为太着急了 所以才犯下了无心之失 这个苏晨不同 他明明有其他珍贵的古董 不舍得送人 故意拿了一块白茧的圆玉石 想要蒙混过关 他这种投机举小的人 才是污吾大家的智商 你怎么回事 我不是让你好好准备一件礼物 我爷爷不会亏待你 我现在给你帮 放心吧 没问题的 苏晨 你有什么话要说 除了 这圆石呢 确实是我故意送的 但是您放心 我送给您的 它不仅仅是圆石 而是一块 价值超过三个亿的翡翠 除了 这圆石呢 确实是我故意送的 但是您放心 我送给您的 它不仅仅是圆石 而是一块 价值超过三个亿的翡翠 什么 苏晨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 拿着一个白茧的圆玉石 说成价值三个亿的极品翡翠 你这跟拿着一张彩票 说送人五百万有什么区别 爱面子还爱装逼 那就只能吹牛逼了 苏晨 你这种说法 我还是第一次见 真是让我开了眼 苏晨 你能不能不要划中取仇 你难道不觉得丢人吗 我划中取仇 等把这圆石看了 你就知道 我是不是划中取仇 除了 请相信我 在这块圆石当中 绝对有价值超过三个亿的 极品翡翠 苏晨 你够了 你以为在玉石殿 蒙中了一块帝王绿 就能继续走运吗 你能不能踏实一点 不要寄希望于那 虚无缥满的运气 我说了 我不是靠运气 我确定里面 就是有价值超过三个亿的 极品翡翠 不是靠运气 难道是靠眼力吗 你在古玩店 混了这么多年 难道靠简陋挣过钱吗 到今天 你还是个古玩店的学徒 这难道还不能证明 你的眼力吗 就是 你别以为自己走了一次狗屎运 就成了御师大师 你认为 一块原石里面有御 就一定有御 那 你怎么又知道 我不行 苏晨 你简直无药可救 初老 此子行为张狂可无遮了 还望您驱逐此人 对 驱逐出去 请初老 驱逐此人 苏晨 请你出去吧 苏晨 初老已经发话了 麻溜的滚蛋 没错 这就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容不进去的圈子 不要硬揉 不然最后只会头破血流 苏晨 这该怎么办呀 没事 初老 反正您又坐在这儿 原石也在这儿 我借您去把原石切开 亲自去看一看 我敢与您保证 在这块原石当中呢 肯定有超过 价值三个亿的 极品翡翠 苏晨 你是吹牛逼 没够的时候 赶紧滚蛋 再啰嗦的话 让保安 给你们赶出去 你算什么东西 这儿有你说话的份 初小姐 我 我只不过是 不想让苏晨说的话 影响到处了 苏晨是我的客人 是你说赶就赶的吗 爷爷 苏晨他是我的朋友 虽然他常出亲人之言 但是做事还算是靠谱 您不妨就试一试 也不会浪费多长时间 说不定真的能开出 精品翡翠 也算是一个意外之喜了 对啊 初老 苏晨眼力很好的 您就相信他一次 他今天已经连开出两块 极品翡翠了 初老 我看这苏晨有倒是挺自信 我让他试一试 这万一啊 没有出狱 顶多就耽误点时间 要是真开出个极品翡翠啊 我们也跟他看个热闹 既然如此 那我便给你这个江城地下皇帝 一个面子 初老 扭赞了 苏晨 现在我就去亲自开一下 这块原石 不用三个亿 只要其中出狱 价值在三千万以上 我便成你这个情 但是若是你 细耍老夫 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赵少 你说苏晨那块原石 会不会真的开出极品翡翠来 他在想屁事 我家的玉石店的原石 我最清楚 能有几率开出极品翡翠来 早就被我看了 能留给这种傻逼捡了 没错 那块原石我也看了 即便是能赌长 也不会长太多 苏晨 你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 等初老开出一块废石 你就等着被找个江城风杀 就是 苏晨 你个废物 敢戏耍出了 幸亏我姐当时跟你离婚了 要不然 现在我也得受牵连 苏晨 初老是不是这块原石开废了 我帮你叫醒这个去 你给我滚一遍去 初老 您揣我干什么 这块废原石是他送的 废原石 睁开你的狗眼睛看清楚 这是一块废原石吗 这 这 竟然是与帝王力同级的紫罗兰 鬼祟 没错 苏晨送的原石 我爷爷开出了帝王紫罗兰 价值三个亿 苏晨 苏晨你太厉害了 又被你赌中了 不可能不可能啊 明明只是一块中品原石 怎么会这样子 不可能 苏晨要有这本事 他早就买身买房了 不至于现在还是穷逼一个 哈哈哈哈 各位都看看 这就是我千手看出来的紫罗兰 翡翠 这还真是紫罗兰 没想到 这原石表面上看着一般 竟然藏有如此珍奇的翡翠 这也是初老 红用齐天 才能开出这种级别的翡翠啊 苏晨 你小子果然厉害 今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有意义的礼物 这辈子我什么时候经历过 还从来没有开出这种品质的翡翠 你小子算是给我圆了个梦啊 哈哈哈哈 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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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 爷爷 初老爷子不是身体康复才出院的吗 现在看来他的病根并未消除啊 苏晨都贵 要不是你送的 能让初老如此心情激动 他怎么会犯病 你胡说 初老爷子发病跟苏晨有什么关系 要不是苏晨非要让初老亲自去开园时 不小心吸入了失本 怎么会引发病情 他 罪魁祸首 不 放 是 初老爷子 明明是他的病根根本就没完全恢复 苏晨你还懂医术 苏晨你别吹牛了 我认识你好多年 什么时候懂医术 初小姐 您别被这个性子给骗了海婷对他是最了解的 没错 苏晨就是一个只会吹牛的废物 除了吹牛之外 什么也不会干 要不然 我姐也不至于跟他离婚 胡说 你姐和他离婚是因为他贤贫爱富 和苏晨有什么关系 我管你这么说 反正 要相信苏晨会医术 还不如相信 母猪会上树呢 你 苏晨 虽然我很相信你 但是事关我爷爷的身体健康 所以我不能冒险 我明白初小姐 只不过 这除老爷子的病根 非常的麻烦 我也只能尽力尝试 但是如果还能其他人 恐怕越治疗越麻烦 还真能吹呀 说什么 只有你能救 这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什么 一道胜手呢 你就是一个 走了两天狗屎运的一个废物 装逼装上瘾啊 苏晨 原本我以为你只喜欢吹牛 没想到 你在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 帐也胡说八道 是不是太没有良心了 与你这种人同袭 简直是让我恶心 初老爷子 我父亲听闻您身体现家 特意从上京请来了 神医扁三针为您治疗 如果您愿意的话 我这就请神医进来 为您诊断治疗 你说的 莫非是那个上京国义管理 那个号称 北洋三针的 扁三针 正是 我也听说过这扁神医 据说 他经常给上京的大人物看病 赵俊杰 你 你和你的父亲 有心了 多谢 爱情扁三针 好 某些骗子 他是假气肺乖乖乖做个人 扁神医到 扁神医到 在下扁三针 厌国告外 我爷刚才可血了 我快帮他看看 帮扁神医 他气脉部分的病根 又没有完全清楚 情况非常严重啊 我刚刚苏晨也是这么说的呀 他只不过是瞎猫碰上死炮子 变神医 麻烦你帮我爷爷把病根清除 这当然没有问题 只要我到培阳三针下去 保证让老爷子痊愈 那就麻烦变神医了 哎等一下 那个地方不能落着 现在除老爷子可血不治 你在那个地方落着 你加给他的病根 立即 让他心脉受损 胡说 苏晨 你这个废物难道是在指导 扁神医治病 小子 老夫 重疑数年 救人无数 岂能 轮得着你 管口小儿在这里 这一点点 你救人无数 也指不定你这次不会出错呀 我不对 难道 你就对了 你是在哪个医学院上的 你有没有从业资格证 你发表过几篇医学论文 如果没有的话 就在这里给我闭嘴 初小姐 您自己说是我 跟初老治 还是让这小子这 苏晨 要不还是让扁神一来一致的 我能不能够 一致的 一致的 对 五致的 你为什么 父亲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没有 你 playlist 你为什么 一 二 一 一 怎麼回事 楚老爺怎麼咳嗽吐血了 難道真被這個廢物給說中啊 這是什麼手學的醫術 不配 剛才松晨就提醒過你們了 是你們偏不聽 變身衣你快給我爺看看啊 你快救救我爺爺啊 除小姐 楚老爺在欺埋逸行 我也沒有辦法 變身衣 我爺爺是為你看了才會這樣 我爺爺要有三長兩短 我絕對不了你 楚小姐 還是趕緊想辦法把楚老送醫院吧 來不及了 現在的楚老 心外已經受不順 即使送醫院 也可能會在半路上或延期 就是送到了醫院 也不一定能治好 現在的楚老 心外已經受不順 也只能我給他醫治 蘇晨 連貶神衣都不敢醫治 算了什麼 也敢妄言治好 趙俊傑 蘇小姐 你打我作甚啊 要不是你不正從哪長來的優醫 我爺爺會成這樣嗎 如果我爺爺有個三長兩短 你們果然召架 就當真配葬吧 蘇晨 我剛才沒有相信你 是我不對 我向你道歉 求求你 救救我爺爺吧 初小姐 我現在就會出老醫治 我現在就會出老醫治 叔叔 嗯 嗯 爺爺爺 路長 你看看你幹的好事 楚老又吐血嚴重了 苏小姐 苏晨正在拿除了 生命在开玩笑 麻烦你把他赶出去吧 你该赶出去吧 是你 爷爷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 身体 前所未有的舒服 以前胸口堵的感觉 已经彻底消失了 苏小姐 你的医术 果然神奇啊 苏朗您客气 这个废物 什么时候学会医术了 我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苏朗 麻烦还是让扁神医 帮您再检查检查 我觉得 有些人的话不能相信 没错 有些骗子 就会用些手段 其实呢 就是病人的一种 灰光反照而已 对对对 苏晨这废物 我一点医术都不懂 他能把您医好 这其中肯定有猫腻 还是让扁神医帮你好好检查检查 这怎么可能 脉象强劲 并跟接触 除了颜色 除了颜色 全域了 我 这 哎 奴隶苏晓友 苏晓友 你的医术 果然神奇啊 赵金杰 还有什么话想说呢 我赵金杰 你可以走了 不要打扰 你爷爷和苏晨一起吃饭了 除了 来人 是 是 这几个讨厌的凡人金终于走啦 这几个讨厌的凡人金终于走啦 这事有 来请坐 咱们好好聊聊 我把铁 放 放 靠 靠 八蛋害老子丢人现眼一次又一次 这个废物 他什么时候懂医术的 赵总 我不知道呀 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个废物落医术呀 他要是会医术的话 怎么可能天天呆在那果儿店里 当学徒呢 我也不知道 真陰险 故意在这种时候落医术让我们丢人 这忍不了老子要找人干死他 哎 我认识潮阳街的王黑虎 怎么可以找虎哥来教训他 好 你帮我去联系王黑虎 让他给我断苏晨的两条腿 价钱都好说 没问题 我早就想教训这个混蛋了 海婷 苏晨是你的前夫 你不会守他吧 那个废物 之前我还有些可怜他 想帮他以后 现在看来 这个人简直就是无可救药 那 锦柔 你去安排吧 好 喂 虎哥 我想请您帮我教训个人 苏晨 不谢你的救命之恩 若不是你 我怕还不知道自己病根未除 更不可能治愈 初老 您太客气了 今日宴会 你的礼物 的确是我最诚意的 你又救了老夫一命 如此大恩 无以为报 这样吧 天雄 怎么了 初老 我记得 你这江城地下皇帝 之前 送了我一套别墅山庄 是吧 没错初老 您生日的时候 我送你一套云顶天宫的别墅庄严 您呢 一直懒得去过户 所以啊 这房子还一直我给你留着呢 既然如此 那你就帮我把云顶天宫 转到苏晨顶下吧 苏晨 那个我知道 云顶天宫的中原别墅 价值几时 我怕了 那个 那个初老 您这个礼物啊 太贵重了 我可承受不起 别说这话 你救的老夫一命 有什么受不起的 这事就找定 苏晨 你就别拒绝了 我爷送出去东西 就没有收回来的 你呀 就收着吧 那 我就不客气了 我说的没错吧 你送给我爷一件好礼物 他呀 绝对不让你吃苦 来 咱们 带一个 来来来来 苏晨 你把地址给我一下 回头上 我让地下人呢 把房子过好户之后 把药匙和房产证 一遍给你送出去 谢谢兄哥 兄哥 你这块手表 好像是有点问题 这手表可是我好兄弟送我的 你可别乱说话 别怪我看了 能不让我看一下 哎 苏晨你干什么呢 苏晨 你别以为就是出老一命 就可以开这种玩笑 小子 我们熊也是何等分分 你敢毁他心爱之物 我看你是想要死 你们看 这是 这是 且听起和跟东定为戏 怪不得呀 我最近做事都不顺 而且行踪好像被人摸得一清二楚 事情原来出现在这里 作人兄弟 拜我卢吗 你呀 帮了我一个大忙 我欠你一个人情 以后啊 你就是我的好兄弟 日后在江城遇到任何麻烦 替我宁天雄的名字 保证好事 雄鬼客气了 苏晨 我还有点事情要做 回头我把房闪任何钥匙 亲自送到你的股安宣 告辞 好 谢谢 苏晨 这下真是太好了 你不仅得到了江城第一世家 丑家的认可 还得到了江城地下皇帝 宁天雄的一个人情 这样以后在江城 你就能恨着走了 这次参加初老的宴会 确实是收获挺多的 最搞笑的是 那个赵俊杰居然被赶出去了 对了 还有你那个前妻 她应该气死了吧 不过谁让他们一直针对你的呢 这也算他们活该 这下 他们总应该长教训了吧 好了老板 咱们回国家吧 走 秦荣说的股安宣 应该就是这里 有人吗 有人吗 有人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苏晨 有什么事吗 原来就是这些 苏晨是吧 我要苏晨主董 先生 您要我们卖的东西是在哪 来来来 那辛苦这位先生 把瓷器放到桌子上 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古玩行的一个规矩 瓷器呢不能过手 等这位先生放下之后 我们才能去碰 这以防万一这个瓷器 如果摔碎了 我们不好花分责任不上 这小子 他妈挺谨慎 但你得对了赵修 那就是你自己都没了 哪那么多事 让你看 你就拿着 先生 完蛋 你怎么拿的 我这送车的瓷器盘子 你竟然敢拿不稳 现在 你把我这瓷器盘子给摔了 你说 该怎么办吗 不是 先生 我根本就没有想过建一个盆子 混账东西 我看你小子这是想耍赖啊 对吗 兄弟们 这小子想耍赖怎么办 干掉了 哎 不是 多少 各位 这事怎么了 咱们有话好好说 怎么了 你们家的员工把我送手的瓷器盘子给摔坏了 现在还烦摇我一口 老板 是这个人故意松手的 我压根都没有想要借过他这个瓷器盘子 而且这个盘子一看就不是送 是个厌品 是假的 混蛋 你摔坏了我的宝贝 还敢诬陷我 兄弟们 把他想着两张腿给我打断 兄弟们 把他想着两张腿给我打断 不行 你们放开苏晨 放开我 你们就是在里面找茬的 谁派你们来的 是不是赵俊杰那个混蛋 小子 你们问了 谁要告诉你 就是赵少 要买你两条腿 那就没办法了 以后 我就把这个轮椅上度过了 路上 等一下 我告诉你 将从地下皇帝宁天雄 可是我教好 你们今天要是敢动我 第五个青鸽 对 宁天雄亲口承认过苏晨就是他的兄弟 你们不能伤害苏晨 否则宁天雄不会放过你的 哈哈哈哈 难道 你不知道吗 我王黑虎的老大可就是宁天雄熊哥 你俩少来点扯 你你的大气 真是搞笑 他说今天这个熊哥 就扯蛋 今天 熊哥就参加了初老的康复宴 你来 你来哪见不是康哥 我们今天就是在楚爷的康复宴上见的 那天酒 要说 说起初老康复宴 你就说成 在初老康复宴见不成一个 咱们这傻子嘛 什么在这废话 废了这小子 住手 熊哥 熊哥好 熊哥 你们来这里 刚抓到一个扯你虎皮的小人 他追牛逼说啊 他是你的兄弟 只要带着他的伤腿 你出口气 啊 熊哥 你打我干什么 你带我兄弟的伤 我不打你 真的还感谢你 苏晨 他 他真是你兄弟 熊哥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真的不知道 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给我兄弟道歉 你呢 苏先生 对不起 我听不到你是熊哥的兄弟 你打人打架 让我这一次吧 苏晨兄弟 实在是不好意思 说我管教不严 让我这不长眼的兄弟冒犯了 这个混蛋王黑虎 要怎么处理 收了饭 熊哥 王黑虎呢 是收了赵俊杰的钱 来费用这两条腿 原来如此 既然是这样 那就推他两条腿 苏兄弟赔不是 你熊哥 不要 我这次找错了 苏晨 求求你 放过这翅膀以后 我这也不敢了 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 难道你们俩想去王黑虎收罚吗 不然不然 啊啊 哎熊哥 哎熊哥啊 哎呀啊啊 我看啊啊 停车啊啊 哎 熊哥 这次呢 就让他长点迹象 放过他一次 好 你们三个滚出去 别葬了苏晨兄弟的地方 对了 反话出去 以后在江省 谁要是招惹我苏晨兄弟 就是跟我宁天雄过不去 苏晨兄弟 实在是对不起 熊哥 您客气了 您这次呢 已经帮了我许多了 对了 你来我这地方 这干什么 瞧我这脑子 差点也忘了 这个是云顶天宫的房产针和钥匙 以后这套顶级别墅 给你了 谢谢熊哥 哎 谢我干什么呢 这是苏老啊 早就要送给你 对了 这个赵俊杰找人搞你 要不要我去收拾人去 没事 赵俊杰呢 这个仇我想自己报 行 苏兄弟有志气 对了 熊哥 呃 我好像听说 赵家明天 要搞一个什么 地工房大会 是不是 什么 苏兄弟 想去看看 不是 我呢 只是想让赵兄弟 行 既然苏兄弟想去 这个事啊 包在我身上 我呢 把地址发给你 你明天先过去 我到了之后 亲自带你进去 好 多谢兄哥 客气 那既然没什么事 那我就先告辞了 苏兄弟 苏承 你简直太棒了 你以后就是 有别墅的人了 那你也可以做 有别墅的人啊 那我 怎么还能有别墅呀 你跟我住一块 你不就有别墅了吗 你这个人啊 也就是有色心 有色的 诶 谁说的 那来啊 你试试啊 那来啊 你试试啊 这给你做的 我哎 我真没看错 原来你真的是个小客郎啊 但是你凭这个别墅 就想占我的便宜 我没有看到的 那 怎么样 才能占到老板的便宜呢 等你让我爱你爱到死琴他地的时候 我就 嗯 一点点的便宜 啊 对了小客郎 记得把这拉一大小关系哦 啊 好好好 好 赵敬爵这个王八蛋 害得我在这还得捣扫一声 等明天他们家的地宫大会 我定得好好核心他们一番 哼 今天害得 差点把双腿都丢了 回首阿祖换的什么东西 必须得是保命的 比如 勇工什么的 哼 这怎么办 这些东西啊 肯定能让祖宗大开眼界 到时候 无论我提什么要求 归家都能打眼 祖宗 祖宗 呼叫祖宗 臭小子 你大城上上什么呀 你拿出我 不用休息吗 臭小子 我还劝一样保命的东西 今天 我差点让人把双腿给打断了 只要还能生孩子 继续我们老周家 开支散业 这不就行了吗 啊 不是 祖宗 你把我当什么了 这 配种的工具吗 这倒是 说的太自白了 反正我不管 您今天 要不够点新东西 我就不走了 咱们老祖宗的传承阶段 爱找谁去谁去 臭小子 你不是想让我传给你保命的本事吗 嘿嘿 那你再拿好东西交换 嘿嘿 我早就整个好了 嗯 那 这个呢 是肥宅快乐水 谁喝谁快乐 口腹止欲 极其快乐 没事 这个呀 是游戏机 打发时间 绝对好事 嗯 玩无伤志 你以为 我给你一样吧 没事 还有 这两本呢 是我们年轻人都喜欢看的 小说和漫画 觉得好看 低级趣味 注重我是读生鲜书的 最看不上这 生财全马之路 好吧 没想到 您的思想全部这么高 那看来 这本美女显身 美女 哈哈哈哈 素素 你不是看不上这些东西吗 哎呦 我是留下的批判一样 你别配话了 你不是想要点保命的本质 我传给你一样好东西 什么好东西啊 六脉神剑 什么 小子 别配话 赶紧接照 看我 哎 哎 哎 总统 您传说给我的 难道就是大里段式的武功 六脉神剑吗 嗯 太好了 我回武功了 小子 你想大喊 去外边崩吧 我会六脉神剑了 哎 哈哈哈哈 嗯 一 我会 我会六脉神剑了 嘿 现实人生 东西 怎么样 苏晨 什么东西碎了 啊 那个 没事 没事 卧槽 这功力也太牛了吧 哎 华姐 不消息 这个功力得隐藏起来 不然 原来还以为我是个傻子呢 赵景协车吗 八蛋 今天我还跟着门来搞我 等他下一次再来挑衅我 我一定得让他尝尝 这个又买神剑的责味 必须给他打出你 你 苏晨 你在干嘛 没事啊 苏晨 你又死了 你刚赚点钱你就不活了 那个金针花瓶送来不出钱 把眼睛 万块呢 你要死 你还笑得出来 你还笑得出来 嗯 那个 我太高兴了 老板 怀头这个呢 借我这了 满点 你还笑得出来 哈哈哈哈 哎 混蛋 你还赚我便宜 哎 虎哥 这不怪我们啊 熊哥让我们对你下手的 我们也不敢违抗啊 对对虎哥 我们下手的时候 已经吐得留情了 您这些时间肯定能考的 我不怪你们两个 就怪那个废物赵俊杰 还有那个秦荣 要不是那两个来牵刀的 这也不会让他树枕头上 更不会是熊哥生气 是是是是 虎哥在这里吗 呀 虎哥 我听到消息 还以为听错了呢 没想到您真受伤了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这是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你干嘛还有脸为我怎么回事 要不是你让我去搞这个苏晨 我是至于这样吗 虎哥 您是不是搞错了 苏晨就是个废物呀 怎么可能把您弄成这样 废物 你他妈自己想搞的人 是什么底气都不清楚 你才能吹这么大废物 你们两个 我好好吃饭一下这个 搞得我什么是产的废物 是 虎哥 饶命啊 我知道错了 虎哥 虎哥啊 姐啊 我那么被打的也太惨了吧 苏晨这个王八蛋 既然还找王黑虎打你 真是太不像了 就是 这个王八蛋 下手也太黑了 报仇 你可要帮我报仇啊 俊杰 我弟弟这事 你不能不管啊 还这样 你就放心吧 你弟弟就是我弟弟 我肯定会为他报仇 狠狠就去那个苏晨 不过呢 明天就是地空见本大会 这是咱们拉投资入 关键事 咱先把这事出 再说报苏晨的事 怎么样 那我就让那个混蛋再嚣张一天 哎 苏晨 听说这次的地空是赵家发现 并且发掘的 而且啊 开采满路极大 听说啊 光是外围的古董 都已经价值连城了 要是把里边的古董都开发了 估计就能复可敌国了 这事呢 我也听说过 那当然了 你的前妻秦海亭 就是因为帮赵家发掘了古墓外围 因此而名声大造的 也是 用此跟你儿离婚的 老板 你没必要再扎我一次心吧 哎呀 不好意思了 顺嘴顺嘴 这不是 听说这次地空健保大会 就是由赵家主办的 他们将地空中的一些古董拿出来 供大家鉴赏 进行现场拍卖 最后啊 估算出地空中古董的价值 邀请大家一起参与挖掘开发 这么好的事情 赵家会舍得跟大家分享出来 我也不清楚 不过听说是因为开采难度比较大 然后投资比较多 他们也不确定一定能回本 所以啊 想拉拢一些大家族 想一起分担风险 不过这些大家族 他们也觉得是有利可图的 所以也很想参与其中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 这次地空健保大会里边的古董很有价值 岂不是赵家会能吸引很多的自放旅行 哎 老板 如果你说我把这事给他们讲黄了 那赵继杰会不会被气死 你好话 不过我好喜欢 走 走 苏晨 你个王八蛋 还敢到这里来 我为什么不能来这儿啊 你把我搞成这样子 还敢问为什么 等一下 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讲 你成这个熊样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苏晨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敢做不敢当是吗 你要王黑虎把我弟弟打成这样 现在还不敢承认了 对吗 说起这儿来 我倒想起来了 昨天 好像是有人指使王黑虎 要断我两条双腿来着 你说 这是哪个丧尽天良的王八蛋敢的 苏晨 你说话就说话 别骂街啊 骂街 我要知道那个人是谁的话 我会把赵少爷送给我那三千万 买他三条腿 你说呢 赵少爷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来我家地宫健保大会干什么 当然是参加健保大会的 苏晨 你知不知道 参加此次地宫健保大会的人 都是江城的名领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有什么资格参加 我赵家的地宫健保大会 身价至少十亿 你有什么资格进 赶紧滚 十亿身价 我要是有呢 苏晨 你有多少钱 我不知道吗 就是 你要有十亿 我姐至于跟你这废物离婚吗 行还行 现在你成认 你是因为钱才跟我离婚的吧 是又怎么样 你就是又穷又废物 你要是真的有十亿 我跪下来跟你复合 更无问题 海婷 你就别逼这个废物 他要是有十亿身价 老子跟他的相 好 这可这么说 那你看看 这是什么 这是云顶天宫的产业 跟我一个心 那就是苏聚 是吧 这云顶天宫 原本是楚定国的产业 怎么会在你名下 肯定是他借着 治好楚定国所要来的 苏晨 你还真是不要脸 居公子 闲土豹 就是 你还真是恶心人啊 少废话 我现在已经有十个亿了 刚刚是谁说的 我如果有十个亿资产的话 会跪下来求我复合 还有谁 要喊我一声 daddy的 那就恭喜啊 苏晨 你年纪轻轻 可就又有两个 儿子了 苏晨你王八蛋啊 你做梦 早就知道 你们说话跟放屏一样 懒得大力 走 站住 我们今天谁都休想见 你说要有十个亿才能进去 我们已经证明了我们的价值 凭什么我们不能进去 想进我赵家的地宫建盟大会 要有邀请 没有邀请 你们谁都不配见 谁说苏先生没有青铁 我的青铁与苏先生共用 不可以吗 我们楚家的青铁 也与苏晨共用 难道不行吗 各位 这苏晨不受我们赵家 地宫建盟大会的欢迎 还请各位别与他 共用请求 苏晨是老夫的救恩人 既然他不受 地宫建盟大会欢迎 我楚家就不参加了 我与苏晨兄一见如故 如果苏晨不参加 那我宁天雄 也不气了 该死 要是我爸知道 我爸楚定谷的宁天雄赶走 一定会骂死 这个王八蛋欲起正口 各位 我开个玩笑嘛 开个玩笑 开玩笑 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 我觉得也不好笑 二位 你们想怎么样 向苏晨鞠躬道歉 不然的话 这地宫建盟大会 不参加也罢 没错 我那儿 有了今年新收上来的龙酒 不如我出了 这会儿啊 去我那儿喝茶去 好 咱们走 出了 兄哥 稍等 我道歉 我向他道歉 苏晨 对不起 哎呀 你问什么 没去见呀 苏晨 对不起 还有 你们两个呢 要我给苏晨道歉 不然吗 还要我宁天雄教你 愣着干什么 干净道歉 对不起 现在 你说我有资格 参加你们家的 建盟大会了吗 草他妈的王八蛋 敢让老子造极 苏晨这个废物 自从抱上大党之后 真是太恶心了 说到底还是靠着别人的废物 我一样瞧不起 等这次地宫建盟大会结束 老子要和他好好的算 这次 早次要让他死 喂 欢迎 诸位江城的名流 来到我们地宫建保大会的现场 欢迎 诸位江城的名流 来到我们地宫建保大会的现场 本次地宫建保大会 共分为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 是欣赏和鉴定 我们地宫外围所发掘出来的 所有的古玩字画 舞台前方 这些都是我们 此次发掘出来的古董 那么大屏幕上所展示的 便是地宫的实景 拍摄的图片 以及资料 那么第二个环节呢 便是拍卖这些 所有发掘出来的古董 还有古玩字画 那么第三个环节呢 是等到前边两个环节结束之后 我会另行公布 下面请诸位江城的名流 移步我们的建保现场 这赵家的运气 简直是太好了 这么多古董 据说只是在地宫外围发现的 他们要是把地宫 全部都开发完 那赵家这一波可是发大了 老板 这些东西都是从地宫里面挖掘出来的吗 当然啊 那为什么要叫地宫建保大会呢 而且 这还是你那考古学博士的前妻 一起帮忙挖掘的 而且也是他亲手鉴定过了 怎么 这些东西 难道有个问题 难道都是假的 这古董的话 都是真的 只不过 你吃过个屁 你吃 废物 这些古董 当然都是真的 怎么样 是不是对我们赵家 有了清晰的认知了 我告诉你啊 这些古董还都只是地宫秘藏的一小部分 等地宫秘藏 彻底开发了 到时候那些古董的价值至少几百亿几千亿甚至更多 那就先等你们开发出来再说吧 苏晨 我知道你心里不服 所以嘴意 可你嘴意有什么用呢 你看看四周 今天来参加地宫秘藏的这些江城民流 哪个不是想入股地宫秘藏 你跟我这点差距已经越来越远 没错 这整个地宫开发的项目呀 都是我姐的 这地宫开发完成之后 苏晨 你这两天靠狗屎运赚的钱 你给我姐提鞋都不配 苏晨 你现在知道你和我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了 现在的你跟我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咱们走吧 赵少 那边王总说想要十个亿入股 咱们过去聊聊 好 拜拜了 垃圾们 我要去谈十个亿的生意来 这三个贱人 老天爷真是不公平 这怎么贱人都能赚钱 老板 没必要生气啊 我觉得 他们三个 也发不了财 也是 苏晨兄弟 赵小姐 万一 万一 这不是蛋糕 而是一块 独要的 什么意思 苏晨兄弟 你说 这里面的古董都是赚品 古董是真的 只不过 这地宫 只怕是有些问题 有什么问题 我现在还不太确定 我需要熊哥 帮我去调查一些事情 你说 这是真的 我现在只是怀疑 这些事情呢 还请熊哥帮我去调查 如果正视了一些问题 那么就证明 赵家夫子变 彻底的完蛋 行 我现在就去 你刚刚在说什么呀 是啊 这么神神秘秘的 老板 苏小姐 你们呢 就等着看好戏吧 各位 相信各位已经看到了 本次地宫秘葬的 所有的藏品 全是由考古学博士 秦海婷亲自鉴定过 那么下面 我们将进行 地宫秘葬的第二项 那就是现场拍卖 第一件藏品 是来自清代的法郎彩茶壶 一价一千万 每次加价不能低于一百万 下面景拍开始 我出一千两百万 一千两百万 我出一千八百万 一千八百万 我出两千万 两千万 我出两千六百万 我出三千万 三千万 三千万第一次 三千万第二次 三千万第三次 恭喜 恭喜 你出家老爷子 获得三千万的 精美的 法郎彩的茶壶 下面我们拍卖第二件藏品 原青花 中文大汉 底价 两千两百万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 两百万 现在 我们拍开始 我出两千两百万 两千两百万 两千八百万 两千八百万 我出四千万 四千万 四千五百万 四千五百万 还有人加价吗 四千五百万 第一次 四千五百万 第二次 四千五百万 同胶 恭喜 这位先生 苏晨 这些难道 你没有什么想要的吗 这些古玩字画呢 都是真品 大家公平竞争的话 没有减漏的可能 而且这些东西 即便买回家去 也赚不了多少钱 我在这里拍一件 我就能在那边 减了很多件 你在那儿吹什么牛逼呢 没钱就是没钱 还说的这么 清新脱俗 我真是佩服你 苏晨 苏晨 没有实际就老老实实归宿着 憋是不是口不尊来 只会被人当作 跳梁小丑吧 跳梁小丑 谁是跳梁小丑 现在还被蒙在鼓里边 不知道呢 苏晨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等会你就知道 姐 我发力 她这就是肚体 诸位 本次所有的展品 已经全部排卖完成 下面我们要进行 本次大会的 非常重要的议题 老狐狸 终于有出手了吗 赵家主 今天这里的展品都拍完了吗 今天的这些宝贝 真不错呀 质量高 价格也合适 对呀 我今天来的仓储 没准没太多钱 有好几个宝贝 我都没抢着啊 咱下次拍卖会 什么时候开始啊 感谢各位 对我赵家的认可 那么 此次的拍品呢 只是地宫的外围的一些 五丸字画 那么 真正的 如果全部发掘的话 相信 会有大量的西式珍宝出现的 不过 不过什么 那 我也就不瞒着各位 那么 这次的地宫开采难度是非常的大 我们赵家呢 也是 能力有限 不然呢 我们也不会拿出 这些拱玩字画呢 进行拍卖 以谋求 我们的外围的资金的一些回笼 所以为了我们全面的开发 我们所有的地宫宝藏 也为了让我们江城的各大家族 一起发财 我决定 让出地宫的 百分之五十的股权 欢迎大家踊跃的投资 有果 这是好事啊 光是外围的这些古董 都这么值钱了 那地宫内部的古董 岂不是价值连城 我出十亿入股 我出二十亿入股 好好好 赚钱的事 怎么能少得到我 建功集团 五十亿 还有我 三十亿 苏晨 我们楚家打算出二百亿 你觉得如何 楚小姐 我不建议你这么做 为什么 有些人就是小心眼得很 见不得别人发财 苏晨 自己搭不上这趟发财的车 就想拖别人下水 你这个人还真是无耻 闭嘴 苏晨根本不是这种人 楚老爷子 我能否看一下 刚才您拍卖的东西 请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知道个屁呀 装神弄鬼 楚老 如果你放弃了这次机会的话 以后将成地宫的项目 可与你们无缘了 说了 这就是一个骗子 什么意思 等会你就知道了 时间有限 还有其他人要入股投资吗 我 你真不要脸 你他妈的不让楚家入股 你自己入股 你是不是自己想吃毒食啊 你这种行径 还真是无耻 苏晨根本不是这种人 苏晨 你想要出多少 零 苏晨 你搞什么 八蛋 你是故意来捣乱的是不是 年轻人 如果你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 就算是楚老和宁天雄一起护着你 我也一定会给你一个教典看看 好 你不是想要解释吗 那我就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 因为 你们这个地宫 价值本身就是威灵 这个地宫 是假的 你怎么故意来找华藩的 来人 把他给我哄 我看谁敢 胡老 您 这是什么意思 李越辩越明 张家主 你们问心无愧 还怕俗晨乱说吗 让他说清楚 如果真是他存心捣乱 我亲自在江城奉杀了 紫辰 你说说 那这什么是假的 我拍的这些胡同 可都是真的啊 我可没打眼 我的古董也是真的呀 那城色相当好啊 大家呢 说的都很对 这里的古董 的确是真的 但是 古玩造架 挖掘出来的地宫 却是假的 是人造的 防古地宫 这个地宫 就是彻彻底底的一个骗局 里面所有的古董呢 都是有人在外边买好的真品 故意放在地宫的外围 从而 从而给大家制造出来一个假象 为的 就是提高 这个防古地宫的一个价值 让大家投资入股给造假 我 你妈 这些都是假的 那 那我的十个亿 岂不是打水漂了 对啊 那我也不投资入股了 他妈的 还好老子钱没有转过去 陈子 逼陈子 祖臣 你放屁 这个地宫 是我亲自主持开发的 那是因为你好屁 被人利用了 宋禅 你给我闭嘴 你是不是妒忌我姐的成功 故意在这编故事 混小视听 你有证据吗你 证据 我当然有证据 你把拿出来看看啊 我的证据 就是刚刚大家拍到的古董 宋禅 可大家的古董都是真的呀 我说的 不是古董的真假 大家 可以想一下 这地宫呢 处于环境 潮湿阴暗 而赵江拿出来这些古董 全部都是保存完整 一点损坏都没有 无论是包姜 还是浅色 都不对 在那么一个潮湿的环境之下 怎么可能 丝毫没有损坏呢 说明 这分明就是 有人提前买好 把这些真品 放进去 胡说八道 这只是你的猜测而已 这批古董 我们发掘出来的时候 保存得好好的 我胡说八道 赵少爷 还真是死牙子 嘴硬门 那我 还有一个问题 还请赵少爷 给我解答一下 你们这张照片 是不是在江城地宫内拍摄 当然了 我爸刚才说了 这些照片 是地宫内的石井拍摄 你有问题 有问题 而且是 大问题 苏承 别被言走 听我 这些照片上的壁画呢 全称为 仿木建筑砖壁画 是古代 最常用的一些壁画 起源于 晚唐五代 流行于宋代 直到明代以后呢 就不再流行了 也就是说 这个地宫 最早应该修建于明代之前 最晚呢 也得是明代 你们明代以前的地宫里 却有清代的 发廊彩材杀壶 你说怎么了 这 难道是我真的搞错了 初晨 你 赵春海 赵俊杰 这个所谓的地宫 分明就是你们 找人偷偷建造 然后 又来骗秦海庭这样的傻女人 而这所谓的地宫里面 压根什么都没有 这批古董 分明就是你们 故意放出来的诱饵 目的 就是为了骗 家族的各大家族 来给你们投资 等到齐安到上之后 你们就会卷权跑路了 这一步是 他妈放屁 你纯属无效 大家不要相信他 不相信 苏晨难道相信 这个杀人犯吗 杀人犯 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 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兄哥 你什么意思的 赵俊杰 赵正海 没想到你父子俩手臂这么大 要不是苏晨兄弟提醒我 我都没想到 你们提前布局这么久 去人为的建造这个地下宫殿 就是为了今天的炸铁 你是迪迪雄 你在诬陷我 我诬蔑你 大猪 你出来说 大猪 你把地宫的事情 说清楚 这个地宫 是五年前赵俊杰 让我和工友们挖的 我们也是按照他的吩咐 把他做教 但是给赵俊杰父子 做完这个活之后 我的工友们 不是出车祸 就是出意外 全都死了 我也是偷偷躲起来 才捡了一件 张大猪 你放屁 赵俊杰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你不认识他 怎么知道他姓张 我 我不认 你撒谎赵俊杰 你给我们封口费 让我们保密 我们全都照送了 可是你还是害死了老王哥们 既然你不认 那就别怪我们 我手机上 是当初 他们修建地宫的照片 哇 你妈 这地宫竟然真是那么修的 那看来 赵家父子 就是我的篇钱啊 多亏了俗臣 要不然 咱们都上当了呀 这修建家还真的是杀人犯 那报警 抓他们 报警 赵俊杰 赵俊杰 赵正文 据我调查 你们赵家 再早几年都自不自占 你们今天去设计这个骗局 就是为了卷钱跑路 对不对 赵俊杰 你和你爸涉嫌杀人罪 诈骗罪 非法理财罪 这一次 你们修小活命 赵俊杰 原来你一直在利益我 是因为你他妈傻逼 他妈的敢骂我 老子淡死你 你爹 赵俊杰 赵俊杰 你冷静 沈 喂 你是怎么看出来我和我爸送了去的 就 赵俊杰 你 赵俊杰我和我爸你吞锅了 你这个多想不易闭着闭 我劝你 是我个 告诉你 现在给我跪下 不然的话 以前帮了你的女人 苏翊不要 你不要给他 他妈的跪下 我跪了 我 把他放开 你这牛逼吗 你怎么跪了 你不让我走 老子今天就抓着你 和你的女人一起死 听见没有 你我神仙 不疼 没事吧 没事吧 这下 我有没有让你自己踏地的爱上我 那就 让我占你自己便宜 嫁给我 好 frig不服 有 过 确 tua